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城奥运会 亚洲四小龙 OECD会员国 出口金额突破百亿 国民人均收入1万美元 振奋人心的报道铺天盖地 韩国民众中有高达85%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 1997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开来 对此韩国政府安之弱速 坚信国内经济基础稳固 形势当真如此乐观吗 摩根士丹利公司率先给出了答案 1997年11月5日 这个远在美国华尔街的国际性金融服务机构 发出了所有投资人撤离韩国的通知 这意味着韩国经济领动将至 然而韩国国内依旧一派微薰 能捕捉到这个信号的只有少数人 隐证学就是其中之一 认知于高利综合金融的隐证学 第一时间得到了外国人纷纷从韩国撤资的消息 结合电台里民众关于公司裁员的抱怨 他立刻嗅到了危机的味道 怀抱着当沉船事故发生时 最先脱身的人生存几率更高的信念 他当机立断从公司辞职 他不管老板和同事的讽刺嘲笑 立即找来曾经服务过的投资人 游说他们共同投资 做空韩元 他首先将韩国经济体制中随意的信贷模式清晰地阐述出来 当时韩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当中 银行为了扶植企业 不经过风险分析就随意给企业贷款 这种信贷模式一方面帮助企业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也使得资产规模过分膨胀 尤其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汇票过多 当银行坏账达到一定比率 中间的资金链一旦断裂 势必会引发集体崩盘 在他看来 崩盘已经溅在线上 但如果政府能够介入呢 政府能在这颗原子弹爆炸之前拿出对策呢 面对投资人的质疑 引正学信誓旦旦 政府一定不会行动 他摆出《女性时代》电台的听众来信 这些信件内容辱出一辙 纷纷指向当前经济不景气 老公的公司拖欠工资 爸爸的公司破产 妈妈的商店客人稀少 以及卖房子还贷款等等 尹正学要做的 正是要对这种无能以及无知进行投资 尽管尹正学曾为这些投资人赚回大量真金白银 但在经济一片繁荣的大环境下 国家即将破产这种荒唐说法 实在没几个人会信 事实上 尹正学所言不虚 政府确实不打算介入 作为韩国银行通货政策组组长的韩石贤 是比尹正学更早明确国家即将破产的人 综合金融机构为企业贷款总额已经达到以兆为单位来计算 这种汇票交易模式让韩国背上天价债务 当韩国的金融信用遭到质疑 外资企业就会纷纷撤离 韩国贸易极度依赖的美元也会随之撤出 与此同时 韩元币值不断下跌 政府为了稳定汇率 只能被动地以一周20亿美元的速度 消耗外汇储备进行防守 遇见危机的韩石贤及时将这一情况上报 然而 报告书过了十多天才被上层看到 当韩国银行终于意识到事态严重性时 韩国的实际外汇储备已经低于90亿美元 这意味着政府也无法保障进出口的正常运行 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崩溃近在眉睫 对于眼下的危机 韩石贤提议尽早高知国民 降低损失 尤其是那些需要根据经济形势做出判断的中小企业 但这一提议却遭到了财政局次长的阻挠 他以公开将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为由 要求对此事秘而不宣 究其根本 不过是新一轮大选即将到来 在此刻爆出经济危机 无疑是让在野党抓住把柄 经济首长最终听从了财政局次长的话 政府对经济危机传言失口否认 误导了一票中小企业家 他们成了经济危机中的直接受害者 贾秀就是众多受害者之一 贾秀与合伙人开了一家小型石剧厂 在勤勤恳恳地经营下 工厂很快进入融资扩大生产的阶段 一家大型百货向他们抛出橄榄枝 用汇票支付 双方签下了5亿韩元的订单 浑然不知风暴来临的贾秀 沉浸在对事业的美好憧憬中 还打算让老婆再干完这一单后 别去上班了 然而 纸终究包不住火 东南亚金融风暴很快波及韩国 股市崩盘和汇率暴涨的消息 不断轰炸着韩国人的神经 此时 美国华尔街早已把 韩国即将破产作为既定事实来报道 韩国知名企业接连破产 汉拿集团太一精密 连排名第四的大宇集团也岌岌可危 刚与贾秀签了订单的美都波百货 也传出了倒闭的消息 美都波百货一倒闭 贾秀手中原本价值五亿的汇票 就成了废纸 更严重的是 他为了这笔订单 欠下了原材料供应商三亿韩元 但噩耗并没有到此为止 当贾秀决定卖房还债时 房子已经变得不那么值钱了 地产中介处每天都是来卖房子的 房价一砍就是三千万 几天之后 合伙人因为还不上债被拘留 曾在危机时刻鼓励假秀的供应商郑老板 最终也因为破产 在抵押出去的房子里上吊自杀了 有人破产 自然也有人赚钱 在尹正学那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 竟然有两位投资人选择了留下 老谋深算的宋老板 和手握十亿现金的富二代 三人买入了大量美元和期权 坐等汇率崩盘 果不其然 韩元对美元的汇率 正如尹正学所预测的 涨了近三倍 证券交易所到处是崩溃的人 当富二代为眼前的收益洗出望外时 尹正学却突然狠利起来 他警告富二代 永远不要为赚钱感到开心 对尹正学来说 这不只是开启下一盘赌局的筹码 更是他翻身的机会 他不再是替别人赚钱的寄金经理 他终于要变成人上人了 他们来到地产中介 买下了市场上所有紧急抛售的中小户型房产 首过大量低价购入的债券 他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豪赌 上一次 他下注韩国政府对经济危机失落网闻 这一次 他笃定政府会通过IMF来应对经济危机 从混乱中看到机遇的不止尹正学 此前极力要求隐瞒国家经济行情的财政局次长 也在伺机而动 当韩国政府内部 政卫是否向IMF求助争论不休时 他已经许财阀勾结 帮助IMF总裁秘密入韩 IMF的模式会最大程度保护大企业和财阀 打造以有钱人为中心的经济局势 经济危机对策的会议上 这位市场经济主义分子 极力推崇IMF路线 韩世贤则极力反对 经过东南亚的前车之鉴 他深知IMF一定会以金融救助为条件 对韩国经济进行无理的要求 IMF的介入极有可能导致韩国经济主权被剥夺 经济首席长同样清楚 寻求IMF援助是引证之客 他最终拍定寻求其他解决办法 政府束手无策 但风暴席卷的速度不会下降 韩国经济分崩离析 无数龙头企业被划上破产的红线 此时外汇储备仅剩51亿美元 这时经济首席长突然换人 新任长官以保证总统任期内绝不破产为由 下令接受IMF的金融救助 在财政局次长的运作下 与IMF的第一次非公开协商会议 很快就开始了 IMF总裁以明确韩国接受救助的意愿为由 要求支持率最高的三位总统候选人 在协商之前签订协议书 这样强硬的要求 大有吃定韩国的意味 但此时的韩国已经穷途末路 只能任人宰割 在正式协商会议中 IMF则再一次展示了其强盗心境 它抛出了六套令韩国难以接受的经济援助方案 并提出了要求韩国11个综合金融公司 停止营业的先决条件 面对IMF的强硬要求 韩世贤很愤怒 关闭综合金融公司 意味着有过贷款的中小企业也会随之倒闭 而六套方案中 包括大幅上调利率 开放市场准入 允许恶意并购 劳务职场自由化 等一系列会压垮韩国民众的条款 一旦达成协议 韩国经济将被IMF拿捏得死死的 在无意中看到 随IMF而来的人当中 居然由美国财政部长时 韩世贤便明白了 IMF讲义原著的背后 无非是为了方便美国人入侵 并掌控韩国经济市场 就在他和对方距离力争时 传来了更坏的消息 此时的韩国的信用等级 已经被华尔街降到必见 要么接受安排 要么宣布国家破产 韩世贤的抗争 在其他人看来非常可笑 在那个政治体系中 大企业和财阀的利益 才是第一位 普通民众从来不在考虑范围内 这才是游戏规则 韩世贤终究无法听之认知 他曾目睹破产者自杀 心里始终怀着一个 公职人员的责任感 他决定阻止这一切 他带领组员连夜做了一份 宣布破产后的 韩国经济预测报告 不惜以断送职业生涯为代价 召集媒体曝光这场黑暗的经济援助 然而第二天 没有一家媒体发表他的言论 不久 无法偿还高债的韩国 宣布接受IMF 550亿美元的援助的新闻传出 韩国进入了IMF时代 1997年12月3日 韩方代表最终在 IMF写生书上签字 IMF的管理制度及时生效 国民自发筹集黄金补足外汇 一年1月到4月 公募到22亿美元 即便如此 韩国失业人口数仍高达130万 迈向高失业率国家 自杀率与上一年相比 增长到42% 是OECD国家中增长率最高的 接下来的几年里 富人借风暴趁火打劫 穷人被推向深渊 工资下调 公司破产 企业裁员 非正式员工遍地 成为社会常态 20年后 尹正学通过一次又一次爬上毒桌 完成了自己的阶级先生之路 从一个普通的小基金经理 摇身一变成了投资大鳄 到处演讲开课的成功人士 而死里逃生的贾秀 依旧紧引着小工厂 20年前 他差点走了郑老板的老路 最终他挂念着孩子 没思成 20年后 从风暴中幸存下来的他 成了自己曾经不耻的国学者 他总是叮嘱儿子 谁都不要相信 只相信你自己 因为他一直记得 20年前 他相信了对方的汇票 因此负债破产 而郑老板相信了 他会还钱的诺言 最后破产自杀 曾经想救他们的韩世贤 后来离开了韩国银行 转战金融资本审核中心 继续做经济分析 曾经的他为那些被抛弃的民众 和中小企业奋不顾身 可就像财政局次长所说的 他没能改变任何结果 然而 总得有人撕开真相 总得有人在风暴中站着 当后辈拿着他曾留下的IMF 报告找他时 他再次出发了 危机周而复世 这一次 他想看看自己能做到哪一步 20年后的经济局势 依旧暗藏杀鸡 那些从过去走出来的人说 尽管无法摆脱危机 但还可以睁大双眼 保持清醒 他们还说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请订阅我的频道 看电影了没 和我一起成为K星人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